开始 好 这是我们的高压烫花机 40公分乘以50公分的一个烫花 那首先呢 我们来调一下温度和时间 这个第一排是温度 按一次的话是调那个温度 左边那个ICT电按一次是调温度 然后进入设定状态 这个灯亮的时候就是设定状态了 这个有一个setting 然后可以这个时候可以按向上键头来增加温度 也可以按那个向下键头来减少温度 一般我们设220度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再按这个ICT电第二次完成设定 然后再按这个第二排的 这个第二排的是时间的一个设置 首先按一下这个ICT电那个一次 进入设定状态 设定模式 然后我们开始按向上键头来增加时间 也可以按向下键头来减少时间 一般我们设定三十秒就可以了 然后再按一下ICT电最后一次完成设定 好 这个是电源开关 好 我们现在这个是压力调节 我们可以增加往顺势针旋转来增加压力 我们也可以顺势针旋转来减少压力 好 我们把它调到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完了 这个是一个生滑布 生滑纸和一个低端布 好 我们现在把压力调一下 我们可以顺势针旋转 压力调得大一点 然后我们把这个布布布上去 它是一个低端布 这是一个低端布 低端白布 它的含量是低于50%的 所以的话可以看一般的生滑汤花 汤花色果非常漂亮 这个生滑纸的图案呢 也面向这个布的啊 然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手柄压下来 然后那个温度时间节要开始倒计室 从30秒到0秒完成倒计室 当那个时间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 它就可以第一声那个冥想提示你 看法完成 我们就可以把产品拿走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产品拿起来 这个烟气是正常的 这个是一个墨石滑墨水在转化的过程中 这个墨水是一体的嘛 它会硬化 所以就变成了那个 大家看一下 看法效果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石滑石滑的颜色完全已经过上去了 看下这个墨的颜色非常非常漂亮 好的谢谢